试管婴儿的医学术语称,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其过程是女方先用药物醋排卵 再从卵巢内取出卵子 男方取出精子,再实验室将精子 卵子结合培养成胚胎 然后再将胚胎转移到子宫腔内,使之着床,妊娠 不孕不悦夫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试管婴儿呢? 疏卵管堵塞性不孕,排卵障碍,免疫性不孕 子宫内膜异胃症,男性轻度少精症 梗祖性无精症,不明原因长期不孕 那么疏卵管性不孕在不孕不孕的因素中占比非常高 那么对于疏卵管性不孕是选择自然怀孕还是试管婴儿? 疏卵管性不孕是指女性疏卵管受到疾病或损伤 导致卵子无法到达子宫,从而导致不孕的情况 要看是属于疏卵管堵塞,积水还是炎症? 还要看严重的程度,一般原则是如何对患者有利 能让他们顺利怀上,顺利生下宝宝就选择哪种方式? 能够自然怀孕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病情严重 或者年龄太大等情况 我们会建议患者选择辅助生殖技术助孕 如果患者的疏软管仅有一侧受到阻塞或者损伤 另一侧正常,那么自然怀孕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此时,可以通过进行尸管婴儿或者疏软管痛叶术等治疗手段来提高怀孕的机会 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选择做尸管? 比如我们女性两侧疏软管,因宫外孕切掉了 还有就是比较严重的盆腔结合 疏软管破坏性的损伤 没办法去恢复到正常能怀孕的情况 还是就是比较严重的子宫内膜炎 比较严重的子宫内膜意味症 通过手术治疗过后还是没怀孕 这个可以去做尸管 还有就是南方极度少精、无精 还有死精 这些方面通过治疗过后还是没有看到明显的效果 可以考虑下一步去做尸管 南方的疏经管缺乳 还有其他的遗传性的病 做尸管之前,我们会做一些诊断性排除 这些方面可以考虑去做尸管尝试一下 不能做尸管婴儿的人群包括 一、有如下情况之一者 不得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 一、任何一方患有严重的精神疾患 泌尿生殖系统急性感染、性传播疾病 二、患有不宜生育的 目前无法进行胚胎植入前遗传血诊断的遗传性疾病 三、任何一方具有吸毒等严重不良嗜好 四、任何一方接触致剂量的射线 卤物、药品并处于作用期 二、女方子宫不具备妊娠功能或严重躯体疾病不能承受妊娠 总的来说,对于疏轮管性不孕患者 应该首先去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了解自己的具体情况 然后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 无论是自然怀孕还是施管婴儿都有一定的成功率 具体的怀孕几率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定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施管婴儿技术 助孕出生的孩子智商和自然妊娠的孩子一样 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均证实了 施管婴儿与自然受孕婴婴儿在出生缺陷 及以后的心智发育上并无明显差别 目前第一例施管婴儿已经担下了自己正常的婴儿 这些都说明施管婴儿是安全的、可靠的 其实施管婴儿30%到40%的成功率远远高于正常夫妇 每月同房的20%妊娠率 不孕不悦患者何不放下包袱 且除顾虑、放心地享用现代医学技术给您带来的便利 我们相信施管婴儿将给您带来一个原养儿育女之梦的机会